我觉得我简直就是黑暗料理界的奇葩 然后这次我们试吃的是这个 叫Garlic Noodle Salad 就是大蒜味的面条沙拉 跟上回那个牛肉福建面 应该是同一个包装 估计是同一个厂家制造的 也是澳洲本土生产的 这个看上去就更加的黑暗 因为里面都是那个 就是意面那种贝壳的那个 那种样子的意面 我觉得是单吃啊 那贝壳面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面 但是这个东西谁让它今天打折呢 我们又没吃过对吧 没吃过还打折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吃一下 每100克662千角 比牛肉面的热量稍稍低一些 我忘了说价格了 这个东西原价是5块1毛5 原价也不是特别贵 然后特价2块8 2块5毛8 应该是澳洲本土产的吧 如果没猜错 是也是跟上次同一个地方产的 都是这个维州的一个厂家 那么把它打开 哇 哇 相当黑暗 这味道 我们必备的舔盖环节不能忘了 当然啊 今天看到结尾的还会有第二个东西 不会只有一个 掉下去了 这个盖沾了我一腿啊 好难受啊 就是长这样的 他妈没看着沙拉也就只有面 男的노豆沙拉就只有노豆啊 果然是没有没有沙拉的部分啊 只有面的部分 就是相当于450克的贝壳粉 这个纹上 纹上去呢 就是番茄 就是番茄酱配大蒜蓉 蒜蓉番茄酱 一点错都没有 就是蒜蓉番茄酱 然后配这个贝壳意粉 这比那牛肉面可差多了 绝对是 很难吃 不能说很难吃 只是说很不好吃 那么我们来 第二个 这个就牛逼了 这个打折标签把上面盖到了 是原价两块七 限价八毛一 把这个标签撕掉 让你们看见它的真容 它是这个 苹果肉桂的 它写 它写 Delicious Creamy Rice Pudding 就是米布丁啊 然后这个是苹果肉桂味的 下面写是可以冷吃 也可以热吃的 如果热吃的话 它还有一个加热的指导 是微波炉先盯30秒 然后再只要等一会儿再盯30秒 那么我没有微波炉 我就吃冷的吧 因为它是冷热都可以都可以吃的 米布丁啊 很神奇 不过遗憾的就是 它是苹果肉桂味的 我这个实在是讨厌 讨厌这个肉桂啊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还很喜欢这个肉桂 现在 在这个土澳 吃了太多肉桂味的东西了 对这个肉桂已经 已经产生了厌恶 这个我估计需要勺 布丁一般都拿勺吃 里边的包装 这个没讲热量 热量是每100克454千角 这么低 这个热量比我想的要低啊 配料里边含牛奶 苹果最少8% 然后米最少5.5% 那其他的是什么呢 好奇怪 它这个米布丁和苹果味的米布丁 只标含标识着苹果和米的量 难道其他的都是糖吗 同样是脱脂的啊 97% Fat Free 很好 在这个 土澳 其实土澳很多食物都很好 它都脱脂了 而且它油炸的比较少 是比较健康的 我这两天 因为录视频吃了几天 亚洲的泡面嘛 现在上火上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你明显感觉整个人胖 所以说啊 这个 这个 要因地之谊啊 在人家的地盘上就要吃人家的东西 才会比较健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觉得这个也太醉了 这个布丁可真是creamy啊 富含奶油啊 真的是富含奶油 你看里边是这样的 这我觉得拿筷子是不行了 需要一个勺 说好就是拿勺拿了个叉子 这回是勺了 感觉就是一坨糊糊状的东西 我远 不一样的 上面这一层呢 是糊糊状的米状 哦 这个 这东西很好吃 上面这一层啊 中间是真的有米的 它米布丁真的是有那个 有那个rice在里面 这不知道是大米 还是什么 什么类型的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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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吃的太太有这个叶质西米露的感觉了 啊 哦 天哪 这东西太好吃了 哎呀 我后悔买少了 这个到二十号 二十号过期 那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天了 明天就这个东西就不打折了 嗯 上面就是椰 椰不是椰汁西米露 椰浆西米露的感觉 非常浓的西米露 然后底下呢 能看到这个苹果 所以我底下都挖上来 啊 底下能看到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状的这个酱料 底下这个苹果味的酱料呢 也不是那种死甜啊 基本上吃不到甜味 是那种非常清新的感觉 这个东西太赞了 这个东西我要强烈推荐 这个牌子的这个布丁啊 米布丁 真的是强烈推荐 非常好吃 这应该是我在澳 来澳洲吃过之后 吃过的最好吃的甜点之一了 没有之一啊 而且它不仅好吃 而且不仅好吃 而且脱脂了 不发胖 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它价格很便宜 就算不打这个原价 也只要三块钱不到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甜点 强烈推荐啊 强烈推荐 来了澳洲的小豪湾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好吃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 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 位置小白 与我互动 拜拜 拜拜